大家好,我是唐山专业工长大崔 现在南方天气非常不好 经常有阴影天 甚至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洪浪的天气 很多网友私信大崔说家里的窗户出现了漏水 这种情况应该是怎么解决 今天我们先不讲如何解决 先跟你说说为什么出现漏水 在我们新房交房的时候 大家应该验房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我们的外墙的窗台 一定要比我们的内墙窗台要矮 不要让它有水往外往内倒灌的一个可能 并且外墙的窗台要有向外的一个坡度 这样才不会存水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在我们有一些业主打算 重新换这些窗户的时候 很多工人会忽略这个问题 因为换窗户会拆掉我们内墙的一个窗台 这样的内墙的窗台可能就会低了 在我们量尺寸的时候 他没有将它进行找高 就是说找平直接做 这样无论我们打多好的密封胶 时间久了之后出现阴雨天 它一定会出现渗水 这一点您一定要注意 很多换窗户的时候都会忽略 最后给大家说一说 在我们做这个窗户的时候 如果说您是重新换的窗户 尽量在我们的窗台部位刷一下防水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说这么多 我是大崔 观众装修每个期间